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蛋炒饭 搞什么 这不太难了 少啰嗦 师父叫你做 你就做呗 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饭要粒粒分开 还要沾着蛋 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铁锅饭不够快 保证砸了手牌 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这题目太雕 端空手艺并非饭饭 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就五千年 活得一输就在这一盘 满汗楼梨 高树云机 放眼中国相遇生命 算自我背 精英囚禁 若被跑定 无人可逼 至今 不可能 在这一盘 下雨 身体 无人可逼 空手艺并非饭 未来 未来 公路 适合 当下雨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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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命啊 让命啊 只要你说实话 饶你不难 说 是谁指使你们抬高了价钱给御膳房供菜的 你们从中捞了多少好处 是 是宫里的满公公 他让我们抬高菜价卖给御膳房 还说把赚来的钱给我们二八分 那个满公公是叫满二吗 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 这件事情是他一个人指使的吗 他 他 他只不过是个抛腿的 真 真正的后台 烧海 快跑 快快快 站住 姓梅姐 美美 贝勒爷 你在干什么 让我们好找啊 我在帮冬官查案呢 还查什么案呢 冬官都已经认罪了 什么 什么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丢 少公公 这么早六鸟来了 吃了吗 他们是要送我去凝固塔的 是啊 这就要启程了 咱家跟你斗了这么长时间 你突然要走啊 咱家还真舍不得呢 我也挺舍不得的 准备问一下 凝固塔里头 有桌子 有椅子 有床 有茶壶吗 有啊 那什么都有 穿金的 带银的 吃香的 喝辣的 保管你到了那儿 再也不想回来了 好 那我就放心了 跟几个动作利索点 咱们这就出夸了 这拱拱让一边 起步 到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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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大傻瓜 谁喊我 别愣着 他是张冬官的同伙 把他抓起来 你干什么 我要吃凝固塔 好好的 站住 快点 你们看住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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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着搜啊 是 你们俩跟我来 这儿 一二一 一二一 加好转 走 一二一 这是张东官 快把他抓住 好的 其实你们不用抓我 我正要带你们去宁固塔 去吃香的喝辣的呢 你们俩 把他放下来 刚才捷牢的那个 跑到哪儿去了 看 往那个方向跑了 你们俩快点抓他去 是 捷牢的那个是无喜为吧 别提那个男人婆了 他烦得很呢 拎着我脖子跑来跑去 把我头都转晕了 好吧 咱们去宁固塔 我饿了 这就对了 乖乖的 跟我走吧 少公公 你说宁固塔 是多好多好的地方 那您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啊 大家就不去了 有好事 还是你一个人去享受去吧 哦 那就随你变了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哦 对了 麻烦你跟蛮儿说一声 他有一样东西在我这儿呢 什么东西 就是一到夜里 就闪闪发亮 滴流贼园的 叶明珠 对 就是叶明珠 他还说 是你让他从窟房里面 哦 他跟你说了 这个不可能啊 对啊 他是跟我说了 那他为什么交给你啊 他让我替他保管的 蛮儿 怎么一句都没说过呀 东官 拿来 不在我身上 我把它藏起来了 不在你身上 真的 不在你身上 你一定要拿回夜明珠 万一放在他那里 哪天被发现 又是个麻烦 东官 告诉咱家 你把夜明珠给藏哪儿了 等马儿回来 咱家亲手交给他 不就行了吗 好的 不行 马儿说了要亲自交给他 哼 只可惜呀 他早已见阎王爷去了 回不来了 见谁去了 阎王爷 见谁去了 阎王爷 反正你也是个傻子 告诉你也没关系 你发现马儿盗卖贡品 为妨你查他 连累到咱家身上 咱家已将他灭口了 这么说 马儿 真的是你杀死的 是咱家杀的 若不是你吃了迷药 变得这么听话 咱家 还要杀你灭口呢 不过 看在你把咱家所犯的罪责 都懒到了自己身上 又替咱家吃苦服刑 咱家就留你一条生路 那你的意思是说 所有这些事情 都不是我干的 全部都是你干的 是咱家干的 不过罪可是你认了 现在你想翻供 都没人相信你了 废话少说 快把夜明珠交出来 否则马儿 就是你的下场 你真的想知道 夜明珠在哪儿啊 对啊 快说 夜明珠到底在哪儿啊 王爷 朗朗 你自己犯的罪 而你自己来说话 其实马儿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而且 也没让我替他保管什么夜明珠 王爷 张东官他疯了 他 他说的都是疯话呀 这张东官是被奸人所害 你应该很清楚吧 他认了罪 并不作数 可是受害你并没有吃药 来啊 来 给我拖下去 是 王爷 王爷饶命啊 走 走 王爷饶命啊 走 王爷饶命啊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这次要不是你们几位齐心协力 朕还要被受害蒙蔽下去 嗯 东官 朕还差点冤枉了你 皇上 现在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了 只要您还认我这个黄老弟 那些不高兴的事情 就忘光光吧 不过朕还有个疑问 受害盗卖贡品杀人灭口 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可御膳房弄虚作假 又有何罪账啊 小人几次出宫去问蔡家 都没问出什么来 哎 喜梅 你不是一直在外面查案吗 你有什么收获吗 有啊 回皇上 那天我在菜市逼问蔡摊夫妇 原来他们均受受害指使 以高出平常菜价十倍的价钱 给御膳房供货 然后再和受害 把高出的菜价二八分成 可是喜梅我搞不清楚啊 前面你为什么会有解药呢 这名药是人贩子用来拐卖妇女的 喜梅姐闯荡江湖 所以她才会有解药 还有 这几天 我还走访了其他几家 给御膳房供货的店铺 他们所用的都是同样的计谋 如此一想 我到京城投靠的干货店李大叔 也是以此发家的 因为我发现他店里的叶明珠 便来找东关 引起了寿海的警觉 所以给他老人家惹来了杀身之祸 这寿海 你太稀狠手辣了吧 皇上 像寿海这样胡作非为 单从御膳房进货这一下 那不知道就要贪污多少银两 御膳房尚且如此 那整个内务府又该如何呀 西梅 你是朕的好帮手 不仅在外面替朕搜集到了有力的证据 还武艺高强 给东关解药才使寿海原形毕露 你说说朕应该怎么赏你啊 西梅为皇上分忧解难不求赏赐 你不要 朕不能不赏啊 你这次来京城投靠的李老板不幸身亡 要回到家乡也是无依无靠 不如留在宫里朕封你个汉格格 皇上 你不愿意吗 谢主隆恩 平身吧 谢皇上 喜梅呀 这回太好了 你也留在宫里了 咱们俩可以天天见面了 禀皇上内务府生路求见 宣 遮 奴才生路叩见皇上 奴才该死 奴才罪该万死 平身吧 谢皇上 生路何罪之有啊 回皇上 奴才失职 奴才对属下受害管束不严 才使得他贪赃王法中饱私囊 蒙蔽皇上犹辱圣威 常言道上邪下难政 众网不可较 奴才实在不是个好官 没有受一个好的榜样 才是受害这般猖狂 他知国家律法于不顾 奴才实在是 有负皇上的重托 奴才犯有是指失察之罪 请皇上降旨查办 说得不错 受害有罪你也难逃其责 朕还正想问问你呢 为何如此疏于防范呢 既然你能反攻自省 朕就不追究你了 只希望你今后能以此为戒 防卫杜剑 奴才 谨遵圣命 谢皇上恩典 受害贪污的钱款 是否查清楚了 回皇上 奴才已查清 受害 盗卖供品两百七十一件 合白银五十一万两 他在御膳房贪污银两四十三万两 总计九十四万两 困账 一个小小的太监副总管 竟然贪污九十多万两银子 比朕拨给陕根赈灾款还多 他还敢在朕的受礼上大作文章 朕也该反省反省了 是朕给了他机会 传朕的旨意 今年的万寿圣节不办了 皇上 皇上 臣妾叩见皇上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娘娘 皇上 臣妾知道 您还在为寿海的事情生气 但是气归气 您千万要保重龙体啊 朕在想 寿海凭着一个人的本事 贪污了九十多万两银子 他身后要没有后台 绝成不了如此气候 皇上是说 寿海背后有人指使 御膳房裤藏 那不过是内务府的一小部分而已 您不会是怀疑生路他 皇上 我们生家三代 为大清开疆辟土 战死他方 不说攻心赫赫 也是忠心耿耿 而且臣妾一向教导哥哥 要做一个上位朝廷分忧 下位百姓解难的好官 您可不能枉字猜测 冤枉好人哪 朕冤枉生路了吗 朕就是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说说 没想到你只知道一味地袒护你哥哥 你不了解朕的心意啊 话不投机 皇上 皇上 朕海 盛大人 您可来了 可把奴才给击死了 你这次可真是自掘坟墓 我也救不了你 奴才一日得意忘形 才上了张都官的大 盛大人 您再想想办法救救奴才啊 否则奴才受罪您也不好过 是不是啊 你跟我这么多年 我不可能不关照你 这次能保住你的性命 皇上面前我可没少费口舌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你先受点委屈 冥枯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待一身等风头过了 我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 再把你弄回来 这一去几千里 奴才还能回来吗 别人你信不过 你还信不过我吗 事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盛大人 奴才全靠您了 放心 放心 好 来 我大哥借过一步说话 谢谢啊 谢谢啊 多谢 你来干嘛 你小子得逞了 来看我的笑话呀 受害 虽说咱们俩是冤家 但是呢 你倒台流放 也没个人来送行 未免也太冷静了吧 别假仁假意了 毛哭耗了 昨天我要走的时候呢 你来送我 今天你走 我也来送送你 这也算是礼尚吧 帐东乖啊 帐东乖 你说你除了会做一手好菜 讨皇上欢心之外 你还会干什么呀 讨皇上欢心又能如何 还不是成了太监呀 受害 昨天你把你的秘密 全都抖了给我 今儿个我来送你 就是为了特地把我的秘密 也告诉你 其实我没有被删掉 我和你是boy一样 什么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不是太监 真的啊 真的 你还信不信 你真的不是太监 那个时候 不是浮备了 亲自监督的吗 怎么可能呢 这叫脚鸡不撒尿 各有各的道 现在 我把我的老顿船 都抖了给你了 你可以放心地去 那个什么什么宁宫堂 你 你就不怕我告发你 到这个时候 还要谁会信你 张东乖不是太监 张东乖不是太监呀 干什么干什么 他不是太监 他不是太监 张东乖他欺君 他 他根本不是太监 叫什么 人家张兄弟好心好意来送你 你竟敢诬陷人家 你相信我吧 他真的不是太监呀 他刚才亲口告诉我的 你们赶快回去禀告皇上 能力赏钱哪 他不是 就你事行了吗 人家张兄弟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皇上多盛名啊 难道套了人家不知道吗 我看你脑子是有问题了 他真的不是太监 他真的不是啊 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瘦大哥的年纪也不小 看他侍奉过皇上的份上 你们二位还是替我多照顾他 这还有天理吗 行了 自己多保重吧 告辞 走 慢点走啊 我可走不动了 慢点 你也是自己了断 还是我们动手 你们 你们是生大人派来的 对 是生大人派来的 是生大人派来的 别跑 二位 饶命 二位爷饶命 走 大人 寿海已经上路了 一切顺利吗 风平浪静 好 寿海畏罪自杀了 真是想不开啊 没想到他这么经不起打击 难道是被我那番话刺激的 子勒也罪有应得啊 他的同伴都已经被查办了 哎 这下子 御膳房的案子 总算彻底结束了 对啊 我现在是有功之称的 皇上功赏了喜眉 还没赏我呢 我这就去求皇上 给咱们俩赐婚 不对 退婚 赐婚 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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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赐婚 不不我要赐婚 你要退婚 不管怎么说咱们先得把皇上哄高兴了对不对 虽说皇上不办万寿吃买 但是他不能不吃东西 咱们俩美美的给皇上做人一顿好吃的 到时候皇上一高兴 说不定就把咱们俩放出锅去了 这个机会好像是挺不错的 皇上他老人家一高兴就可以给我 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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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小蜜蜂了 皇上要退婚了 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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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第一次自己长厨 别做砸了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你放心吧 你非娘娘非说要四菜一汤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过这点小事要是再能不好的话 将来我就不会成为她的小事 天下顶好的厨子了 再你有志气 崇拜我了吧 偶像 皇上 娘娘 请用膳 就这么四样菜吗 回皇上话 就这几样 今儿个是皇上的寿担 以娘娘的吩咐 今天的菜式就是四菜一汤 您非这就是你吩咐做的菜式吗 是 臣妾指主妇准备四样配菜 至于怎么做都是东官想出来的 东官 那你来说说这是怎么样的四菜一汤 回皇上话 这四菜分别是金钱肉骨配韭菜 玉骨露尾配萝卜 鸡汁配油菜 红梅玉珠配白菜 这一汤子是葱花豆腐汤 您非啊 你主妇东官必用的四样配菜 是韭菜 萝卜和油菜白菜吗 是 皇上盛名 皇上 这里头有什么讲究吗 前朝太祖为了杜绝宫中官吏奢侈之风 在皇后过生日那天 也特地做了四菜一汤 这第一道菜就是炒韭菜 韭菜生命力旺盛 四季常青 象征国家常治久安 第二道菜是炒萝卜 萝卜是百药之王 有谚语说萝卜上市 药铺关门 第三道 第四道就是油菜白菜 象征着围观青莲两袖清风 最后一道汤就是极其普通的葱花豆腐汤 哦 原来娘娘说的四样菜 有这样的典故啊 东文 你能把这四样菜重新加料搭配 做得色香味美 可见是费了不少功夫啊 皇上 这不算什么 当然 我这个未来天体下顶好的厨子 也不是随便乱盖 丁飞 您仿效前人的做法 给朕祝寿是何用意啊 皇上整日操劳 忧国忧民 胸怀广大 可臣妾那天为了一己之私 还有偏躺哥哥 实在不该 臣妾是想跟皇上请罪 有了这四菜一汤 朕也了解你的苦心了 来来 给你夹到菜 谢皇上 味道如何呀 好吃吗 嗯 好吃 来 臣妾给皇上也加一道 你说皇上跟娘娘去得多开心啊 那当然了 人家是老两口嘛 不过呢 我觉得我们俩能在一块做菜 那也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咱们俩是小两口 没有胡说啊 我没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 哎 哎 嗯 你看今天晚上月亮怎么这么圆呢 啊 又大又圆 嗯 哎呀 要是等皇上让我们回到了苏州 到时候我抬着花轿去娶你 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做菜 天天在一起看月亮 你说好不好 嗯 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哎呀 真想早点回祖州啊 哎呀 皇上有旨 张东关英明神勇 在寿海一伙盗卖贡贴 贪污污受贿一案中 扮成太监 案中助阵查案 欠案情大白于天下 张东关功劳卓著 忍辱不重其得可加 朕刻恢复其完整男人身份 并升任为御膳房私膳官 亲此 嘿 张大人真乃当今奇才啊 是啊 内务府贪污成风 皇上治理多年都不见成效啊 可是张大人您来了才一个多月 便揪出贼手肃情媚患 真是金明神武功高盖世啊 是啊 是啊 张大人不但是皇上得力的左膀右臂 而且还是当今世上 难得一见的神厨高人 是 蓬头的菜肴那是色相未美 事后回味无群 香气绕粮三日 仍意犹未尽 对对对 过奖了过奖了 李大人佟大人二位过奖了 太客气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张大人如此谦逊 令我等静阳佩服 今后在皇上面前 我们大伙都得靠您多多提一些啊 好说 好说 这点玻璃不成静衣 请张大人笑纳 哇 这么粗的人身哪 请笑纳笑纳 还有这么大的余意呢 张东官 少涵 张东官 我在阴间受苦 你却在这里想啊 我死的冤枉 你害我做了替罪羊 你还我的命来 我要死你 还我的命来 啊 吓死我了 皇上 福贝勒求见 朕一会儿要议事 让他回去吧 晚上再说 可是福贝勒已经等了一上午了 他说有蜜剑要呈给皇上 还有什么蜜剑呢 让他进来 是 福乐科拜见皇上 福乐科 听说你有什么蜜剑要给朕看 是啊 皇上 为了这蜜剑 臣在外面等了一上午了 那真够难为你的了 是关于什么的蜜剑啊 关于什么 不管于什么呀 不管于什么 那为什么叫蜜剑呢 他只能叫蜜剑呢 是关于内务府的蜜剑 还是关于外地的 跟内务府不关 是臣从外地弄回来的 外地 从哪来的蜜剑啊 浙江 没听说浙江出什么事啊 赶紧把你的蜜剑拿出来 说半天也说不清楚 来人把蜜剑呈上来 这是你等了一上午 要给朕看的蜜剑哪 是啊 难道还有别的蜜剑啊 臣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蜜剑 弗洛哥 你真行啊 这蜜剑真收了 还有什么事吗 臣现在暂时 还没有别的蜜剑 以后别再跟朕提蜜剑的事了 皇上 臣看您心事重重的 您是不是有什么 解不开的烦心事啊 说了半天 你说了一句朕的心里话呀 朕是在想内务府一案 您说的是兽海那个贪污案 那不是已经了结了 畏罪自杀了吗 你以为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吗 臣就不明白了 那 那还有什么可复杂的 皇上 寿海不过是个掌善太监 就是给他天大的胆子 他也不敢 盘污九十万两白银 况且从他家里边 只抄磨回来区区几万两白银 其他的钱财哪去了 一朕看 他后头一定有人指使 寿海该死 比寿海该死的人还逍遥法外呢 嗯 大人 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 受害贪污的钱款 没能如数追回 皇上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让你去封那些人的嘴 这事办得怎么样 大人您放心 叫他们给我机灵点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马上来告诉我 是 还有 有 这个张东官最近有没有安分点 大人 这个小子 只顾照顾那些流血拍马的人 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臭小子 都让他多得一两天 请我的账 迟早地跟他算 张大人威名远博 小人慕名而来 今日得见真容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是 是 旁边都传些什么呀 铁面无私 城板贪官 刀供了得 厨艺惊人哪 对对对 真的不假 正是本人哪 对对 张大人乃当尽奇才 这内物负贪污成风 对对对 皇上至理多年都不见成效 可张大人您才来了一个多月 就揪出肥手肃情内欢 您真是清明神武 功高盖世啊 是啊是啊 你刚才说什么 精明神武功高盖世啊 张大人不但是皇上的左膀右臂 而且还是当今世上的徒义高人 您所做的菜呀 是色香味俱全 之后回味无穷 香气绕梁三日 仍一游未尽哪 别别别 是啊 你你你你你们俩别这么说 别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大人您如此谦逊 令我等敬仰佩服 是啊 大人啊 今后在皇上面前 我们大伙还得靠您多多提携 哎呀大人 这是一点薄理料表心意 不成精一啊 什么啊 人参如意 如意人参 你们拍这一拍干什么 都是等着给张大人送礼的呀 哇 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 今天人算是少的吧 你就送这个呀 你 我劝你还是别等了 张大人说过 要是没拿着实在东西的 他就不见 你够眼看人低 敢不见我 我扒了他的皮 哎哎哎哎 还对啊 一个一个一个就是 哎你们出去出去出去 全部都给我出去啊 出去出去 别进来了 你干嘛啊 干嘛把人家轰出去啊 喂喂 怎么了 你是要他们两个人来干嘛的吗 他们是来送礼的 但是他们刚才站在那说的话 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的 一模一样啊 那你也不需要吓成这个样子啊 什么不需要吓成这个样子啊 昨天晚上在我梦里 那瘦海 他他他他紧接着就又冒出来了 他掐着我的脖子 说说我把他害死的 他说他死的冤枉 哎呦 那不过是做梦 又不是真的 那你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好像瘦海是你害死的 哎呀我告诉瘦海 我不是真的太监 只不过是想气气他的 没想到居然他气得上吊了 你说 他会不会变成鬼魂来找我算账 算什么账啊 瘦海死是最有应得的 哎 你又没做什么贵心事 干嘛怕半夜鬼敲门呢 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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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哪 烦死了 烦死了 都说皇宫是人间仙境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 皇上整天让我亲戚书画 我都无聊透顶了 哥哥 你要是无聊的话 就找人聊聊天吧 对呀 姚东哥 姓妹 变成哥哥了 我应该叫你喜哥哥 还是应该叫你吴哥哥 行了行了 什么哥哥不哥哥的 我整天憋在宫里边 而且还要穿得这样整整齐齐的 我浑身都不自在 你看你这人有福不会想 穿成这样多漂亮 真的 哪天想吃什么东西跟我说 我煮给你吃 好啊 东官 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我们出去转转 现在我没空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什么事啊 别提了 那个死鬼兽海啊 老缠着我不放 我得想法摆脱他 我跟你多说了 我先走了啊 哎哎哎哎 别看了 这人都走远了啊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啊 我是来给皇上献菜的 哥哥呢 我随便在宫里走走啊 哦 随便走走 那我就不打扰哥哥了 打扰什么啊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有点好奇而已 爷 咱还是快点回去吧 当务了比武大会 王爷又该骂了 知道了 哥哥 那不乐客可就告辞了 嗯 一劲大会 哎呦 张大人来了 有什么事儿尽管蹲蹲 来来来来 哎哎哎 小心点儿 哎哎 不用不用 哎呀 以后多多照相好啊 等等 把先礼圈留着给你们账名啊 啊 走走走 我要下厨了 走 来来来来来 这招人今日就是高手名人 年轻王有年在先 比武圣者便可当武术教习 所以天下的高手都云及彼此 原来是比武朝夕人 阿玛 孩儿姗姗来迟 你阿玛恕罪 我给你费尽心思的请教习 可你却漫不经心 想个没事的人 阿玛 孩儿早就说过 不让您费此番心思吧 给我闭嘴 坐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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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宝得胜 还有哪位高手愿来啊 我来 你 lighter 他什么好 我烟 Climate 好 好 更合你 成谳 赌GGG 小心 是 太碰 coloured 好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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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少侠尊姓大名啊 在下 眉无喜 王爷见笑了 本王看你武艺高强 胜人一筹 看来这个泪主呢 只非你莫属啊 皇上 您尝尝这个绣球干贝 正好吃啊 再来碗 皇上 您这已经是第三碗了 不能再添了 这不知不觉 今天吃这么多呀 皇上 您今天胃口不错呀 是你们这里的菜做的好吃 这些菜都是陆美美做的吗 不是 有些也是臣妾做的 只有这道绣球干贝是陆美美做的 陆美美做的菜好吃啊 把陆美美叫来见朕 这不用了吧 朕要打赏她 臣妾帮皇上打赏就行了 你打赏是你的心意 朕打赏是朕的心意 多敢明误张板地说对陆美美有意 皇上 臣妾打赏的时候 就说是皇上打赏的 不是一样吗 朕是想见见陆美美 挺长时间没见着她了 皇上 再尝尝这个豌豆黄粑 是臣妾亲手做的 这个就算了 朕最近不想吃甜食 把陆美美给我找来 陆乐柯 还不过来见过教席 教席 不敢呢 不敢呢 宁愿 在下没无喜 今日献丑了 就不打扰了 告辞了 别走啊 以武圣者聘为教席 这不是我们早就说好的事情吗 在下才疏学浅 武仪不经 王府教席 实难胜任哪 道侠不必自谦 有什么事你尽管提出来 本王都会满足你 请王爷恕罪 在下今日前来比武 只是一时贪玩 并无他途 王爷 还是另请高明吧 少侠借词推托 你是看不起本王呢 还是怕大财小用呢 不敢 在下实在是年少无知 怕无人子弟 耽误了为了爷的前程 自古英雄出少年 本王看你是个人才 愿意留你一用 福乐科见过教席 小儿一向顽劣 今日到与少侠颇有些缘分呢 这怎么行啊 怎么就不行 以后还请教席多多指教 陆美美叩见皇上 宁妃娘娘 起来吧 皇上正夸你呢 我们都喜欢吃你做的菜 谢谢皇上 娘娘 天天都做这么多好吃的 越吃越爱吃 越吃越想吃 照这么吃下去 不想胖也难哪 朕都开始嫉妒你宁妃了 皇上若是喜欢 不如让美美到御膳房去吧 君子不多人所爱 美美 朕就是想知道你到底能做多少种菜 我也数不清 不过我还继续在学 我要学会做天下所有的菜 美美 你的口气够大的 等我学会了 我把天下所有的菜 做给皇上跟娘娘吃 让皇上跟娘娘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 你想得倒是不错 不过这美食光做给我们两个人吃还是不够 朕是想天下美食 天下人吃 朴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如今江山一统却人心涣散 朕想把朴天之下所有的菜 不管是满菜还是汉菜融为一体 办一次世人瞩目的满汉全席 不管是满人 汉人还是少数民族 让他们共聚一堂 对酒当歌 皇上是天下人为一家人 真是胸怀宽广 真模远虑 朕要昭告天下 各地选厨 男女不论 朕要选厨艺最精湛的人来主持这次大业 妹妹 今后要在这方面多加努力 多谢皇上太爱 我一定会多加努力 不辜负皇上的期望 皇上 既然如此看中路美美 不如封她为格格吧 什么 爱妃为何突然有这种想法 皇上 臣妾是见您这么喜欢美美做的菜 不如认她做女儿 以后走动也方便些 还可以让美美伺候您用膳 谢谢娘娘美意 不过 我只想当天下最好的厨师 不想当什么格格的 丁妃 朕刚认了一个汉格格 马上再演一个 你以为这格格是随便疯着玩的吗 你在宫里多长时间了 这点规矩都不懂 这 皇上 你们都下去吧 是 秋桃 你说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娘娘没胖啊 听皇上的意思 好像是说我胖了 都怪你路美美 做的菜太好吃了 爱得我每天都要多吃一些 你说她是不是故意地把我胃胖了 好让皇上厌倦我 就喜欢她了 娘娘 皇上怎么会喜欢一个厨子呢 我看就有可能 我看就有可能 爱是个难懂的胆子 爱是个难懂的胆子 学不会一辈子 爱变成了我的心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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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